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办事秘堂办事商 第一集 将军面试预员帅 将军今天身着银灰色职业套装 终于进入这排名第一的投行 MH公司的第四轮面试 同样坐在座位上的参与者 隔壁的男生显得格外紧张 将军见状便巧妙地运用迷信心理安慰他 而男生也在将军的话语下渐渐舒展眉头 虽同为竞争者 但将军的好意全然被后面的沈欣看在眼里 沈欣主动向将军伸出手掌 两人握手 也算是交了个朋友 简约却不失锐利风格的办公室里坐着几名面试者 对面坐着的是身着酒红色西装的面试官乔纳 眼里竟是冷漠与不屑 似乎听不得一句废话 作为面试官 他向众人抛下一个问题 进入公司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此广泛的问题 却只有仅仅15秒的时间 第一名发言者的长篇大论显然不能勾起乔纳的兴趣 接下来的几位面试者 则是充分地向面试官展现出自己的野心 但将军却一脸沉着冷静 表示自己不过是想做公司里的莫子 虽然将军的无野心论遭到了乔纳的否定 但优秀的资格迎合了公司的多元化招聘战略 办公室的众人还是得到了进入下一关的机会 而接下来的面试官是更为优秀 更为严格的袁帅 仍穿着睡衣躺在床上闭眼休息的袁帅 被助手唱唱源源不断抛出的数据吵得不耐烦 在金融市场中争分夺秒的斗争下 袁帅显得格外悠闲 而对手杜磊一方则是咬牙奋斗 谁知几秒后便只得颓败 原来是落入了袁帅与VTV董事长共同设计的圈套 杜磊只得以极大的控制力忍住内心不断膨胀的怒气 将一切不堪藏匿在眼镜框的背后 袁帅站在大落地窗前是穿着自己最新定制的西装 此时同样身穿礼服的乔纳走了进来 两人早已是熟识 一见面便是熟练的互相调侃 为了晚上的宴会 两人都盛装打扮 得知医药大横丁天也将出席 乔纳苦心于如何吸引丁天的注意 而袁帅却巧妙地用笔在乔纳肩膀上 写下丁天妻子的阿拉伯名字 是十足的聪明 乔纳将简历送到袁帅的手中 在翻阅的过程中 袁帅却像是看见了什么 震惊地愣在原地 原来是将军的简历页面 听着乔纳提到将军面试时的发言 袁帅也是别有深意思索着 只是留给乔纳一个猜不透的笑容 将军正出发去下午面试现场 接到了好友莉莉的电话 两人互相交代了行程 将军便匆匆前往面试现场 上午的几个面试者围坐在桌前 今日的考题是关于 对公司现在面对的扬声电力这只股票 需要进行分析来讨论收购与否 本该沉入思考的将军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袁帅快步走到会议桌前 两人在匆忙中对视了一眼 便各自故作镇定 袁帅坐了下来 静静听着众人的分析 其他几人纷纷站队支持收购 并且抛出一系列的数据以支撑论据 而将军却依然决然地持否定意见 提到了利润的下降 以及扬声电力老板的古怪处 听到将军的分析 袁帅顶着冷漠的神情 以狼与绵羊的比喻 否定了将军软弱的抉择 这无疑是淘汰的意思 将军一脸落寞地走出公司大门 高跟鞋摩擦着脚踝带来的疼痛 使得将军的神情纠结了起来 将军回想起有关于袁帅的回忆 同样一张脸 这次却带来了令人不快的感受 袁帅的助手彭彭赶上了将军 递来了窗壳贴 但将军却借彭彭的手机 向袁帅发出了类似战书的发言 两人之间的关系看似更加紧绷 明明将军发挥得也不错 却遭到袁帅的拒绝 在彭彭的疑问下 袁帅不过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金融市场内斗售游戏的残酷 但袁帅却默默地吩咐助手 为将军密得好的咨询工作 甚至愿意贴上自己免费一年金融顾问的条件 彭彭虽是惊讶 但也只能低头照做 但这两人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待彭彭离开后 袁帅陷入了回忆中 原来将军与彭帅早就是小学同学 儿时的袁帅曾亲眼见过 将军眼泪过敏加重病情的样子 在江父的嘱咐下 袁帅每个月收的十元零花钱 以保证将军的安全 好友莉莉则是从将军那边听到了这事情 将军原以为袁帅就此会保护自己 没想到袁帅却总是指使别人来欺负自己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后 将军便因此而转学 莉莉疑问于袁帅为何忍心将曾经的金主女儿赶出公司 但将军却一口咬定自己的发挥正常 在交谈中 将军收到了一条莫名的微信好友请求 本着询问的心加上 却发现对方正是自己的死对头袁帅 没等袁帅这边把自己为将军找到好工作的事情说完 将军早已是弃上心头 瞬间就把袁帅给删了 将军愤恨地咬着手中的鸡腿 发誓要进入MH 不能让袁帅一手遮天 而莉莉也正好帮助将军弄到了高级宴会的入场券 听说MH副总裁林泰默同样也会出现 好友莉莉决心为将军讨回一个公道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 豪车穿梭在高级宴会大门口 将军穿着抹胸晚礼服走进了宴会现场 看着另一边的杜磊 在媒体与闪光灯的咄咄逼问下 显得有些不耐烦 一转头却差点撞上将军 眼前这一身低调打扮却清秀的女子 吸引了杜磊的第一好感 将军却被另一边袁帅的出现吸引走了目光 看着大魔王装模作样的得体发言 将军气不打一处来 好友莉莉同样也在远处观察着 在向旁边人确认了袁帅的身份后 莉莉端着一杯香槟 果断地向袁帅泼了过去 莉莉开始演起了被抛弃女友的戏码 蹲在地上假哭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不知所措的袁帅却无意中瞅见将军的偷笑 这才明了这一切陷阱 干脆将计就计 袁帅向众人公布将军为自己的女友 被突然涌来的目光以及羞耻感袭来 将军狼狈地跑向了天台 袁帅随后赶来 两人在夜景下争执起来 将军控诉着袁帅从小以来对自己的欺凌 袁帅隐忍地抓住将军的手腕 将军回想起自己在演讲时紧张地说不出话时 被众人的嘘声自责到流泪 而自己的演讲稿正巧被袁帅拿走 再度眼泪过敏 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的将军只能选择退学 袁帅听着不说话 只是说到投行不适合将军的身体特质 而将军却不享受袁帅控制 两人拉扯之间 将军扭到脚踝 扑进袁帅的怀里 而两人的嘴唇也因着意外而贴合在一起 袁帅紧紧护住怀中的将军 赶走了媒体 没想到此时将军的眼泪过敏又再次发作 袁帅只得匆匆抱起将军赶去医院